发芽的马铃薯含有龙葵剑务实会导致中毒 有网络传言说 发芽的姜也有毒绝对不能吃 这是真的吗 农委会澄清 姜发芽其实不会产生有毒物质 姜及长出来的芽姜都可以食用 姜依采收成熟度分为嫩姜、粉姜及老姜 通常嫩姜保存时间较短 老姜比较耐放 姜在温暖的条件下会重新发芽 芽长出芽姜 建议民众每次购买数量不宜太多 且应放在硬朗通风处保存 生活中心台北报道